比赛开始 主场作战的福建队能拼 对 能拼 而且手臂很长 扛一下 另一侧 北京队这一个回合抢了三个前辆 在场上这个空间感和位置感 是非常重要 北京队竟然打得很耐心 选择了给到若策的低脚 那么这个球相对来说稍显勉强 当然有的时候也就是这样 如果说是准备的很充分 也就自己干了 我们看一失误之后 这边马上发动反击 那么现在福建是退不回来的 这就是现在目前福建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的进攻 选择都 北京队竟然他总是在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就是可能你退的是 不会再重来 多人力了 这个退的不错 但是我们看这一次防守 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边小防大 出席拉开了 再叫挡拆 看怎么处理 没有换人 好的中投 节奏真好 节奏真好 最后不慌了 就打挡拆看你 对方 你看球又落越快了 林如豪跟方助一起打就完全不一样 根本又是一个小个儿 今天给了周一强比较早的轮转时间 又切下来 哎呦可惜了 不跑直接在空中把这个抄截了 对 因为现在给内是不错了 看就是给外的我们做得更好 现在给内有空接 有弱色的接应 那给外的外星又是投手 你看我们所说的他防守做得不错 有中阶能力 能够传一下球 哇有度 好难啊 你看再来又是内门内 漂亮 两次从第一位给到空切的同伴 他做得非常不错 嗯 越南俊 左手一突你不防他靠你上 你一堵他一个转身 对抗完了之后他还有高度 比之前单一的在低位进攻又丰富了很多 方术来低位 强策要接应 又是空切 又是空切 今天所见的非常好 北京这一招打了得五六次了 如果说输了的话 这些比赛的细节 哎呦呦王朝霖有个状态我们看看 好球啊 二零数好 对啊 两大队都不好 不好看 刚才是就是你在替补这样 二零就带着点死失误了 好球就上的不错 我刚刚又反超了 对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细节 今天福建队整个大面上做的都非常好 全景的位置 来这场拆 两个人加刷 哎呦这球直接被树昂封过来了 若侧轮转过来 挺简对吧 哎呦我印象没记错的话 今天舒豪的三分球 没怎么投过 没怎么投过 真稳 他一边带一边过 8分 雪开阔珍西的底角的机会 是吧 有第二道第三道甚至第四道的迷 原来只能防一下 脚在这 想当然还是流度达到了 就很难打 转身 快速的转分球 转分球 输好天上篮板 这时候又被切掉吗 犯规了 嗯 哦 这球可能还真是先犯别 因为福建他们 并没有招好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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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